大家好,我是沐蔚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床不用自己起 牙也不用自己刷的富家女的故事 小林是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 她浇灌到连起床都不用自己亲自动身 从起床、洗漱、梳妆打扮到下楼出门 眼睛都不用睁就已经有一众仆人 细心妥贴地替她料理好了一切 在她16岁生日那天 还能收到LV总裁JK罗琳和Facebook CEO的生日祝福 正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大小姐 仍希望自己能像绘本上的公主一样 遇到帅气的帮子 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在高中入学的第一天 小林就遇到了她心仪的男神小尚 生日宴会的当晚 爸妈宣布了小林明天就要和他们为她挑选的男生结婚 要问为什么这么着急 不过是因为小林的爷爷 给爸爸拖过要让小林16岁的第二天就结婚的梦 心里已经有人的小林自然不肯 又是吵又是闹得发起脾气来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结婚对象竟然就是让她心动的小尚 这下她又立刻改了口 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因为两人均未成年 所以婚礼只能秘密举办 连宾客都没有 婚后小林得和小尚一同居住 父母特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简陋的住处 要问为什么这样对自己娇生惯养的女儿 还是因为爷爷托梦叮嘱爸爸 小林婚后的新家要尽量简朴穷酸 这个爷爷事还挺多 小尚在小林父母面前礼貌又周全 可一跟小林独处态度就冷了下来 不仅要求他们分房而居 而且要求小林得对外保密他们结婚的事情 她坦白了这场婚事 不过是她入赘小林家继承事业双方互惠的交易 她为了帮父亲还清债务才应下婚礼 知道真相的小林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接受了这一切 小林显然还习惯不了没有仆人伺候的日子 同居的第一天就闹得鸡飞狗跳 不会用热水器 不会搭公交车 没有了专用车街上下学 她连学校的路都不认识 小林生活自理的能力差进到这个地步 是让小尚没有预料到的 自那以后小尚开始教小林如何自立 小林的第一次用吸尘器 第一次用热水器 第一次晾衣服 第一次吃泡面 都是小尚教会的 他们相处得越来越和谐 也越来越像婚后的同居生活了 小林为了小尚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她 开始下厨做饭 虽然搞得厨房一塌糊涂 食物也难以下咽 但她还是很给面子的吃了 心里也逐渐起了变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同居生活 小林逐渐建立起了正常的消费观 还为了自己曾经对食物的铺张浪费 和家里的厨师道歉 她这一声对不起 给了父母莫大的惊喜 因为自己果然没有选错女婿 某天小尚的前女友找上门来 告诫小林 小尚家中富宅累累 自己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跟她分的手 说她跟小林在一起 不过是看上了她家的钱 小尚除了脸外 一无是处 没想到自己竟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小林一脸的率真单纯 理所当然的说 小尚看钱 自己看脸 明明十分登顿 这让躲在暗处观察的小尚 都忍俊不禁起来 小林不仅越来越独立 而且学习上也越来越上进 这让她青梅猪骂的小五 看出了端倪 小五是个黑道家族的少爷 他从小就喜欢小林 所以他以会向学校泄露 他们结婚的事情为由 要先小林和小尚离婚 小五告诉小尚 小林要的一直是绘本上 王子与公主那样的爱情 那样的生活 小尚意识到自己 给不了小林富足的生活 最终提出了离婚 小尚不再现身后 小五便开始乘胜追击 给了他童话绘本中 王子与公主共舞的体验 还向他求了婚 但小林没有立刻答应 管家找到了小尚 把小林平时爱看的绘本 交给了他 他把绘本上的故事 从头看到了尾 当他看到结尾 顿时明白了管家 想告诉他什么 两人在今后的日子里 会遇到许多事 无论健康病痛 无论富贵贫穷 两人都要相互扶持 才是最大的幸福 泛然醒悟的小尚不再退缩 他告诉自己的情敌 即使与全世界为敌 也要把小林抢回来 只要他站在自己这边 他便无所畏惧 小五面对他的土白 面容平静 没有过多阻挠 而是选择了放手 正是因为他爱小林 所以才明白 小林心里的人 永远不会是他 小尚回到他们 同居的出租房后 看到了一直在等他的小林 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五年后 他们终于在众人的祝福下 如愿地举办了 属于自己的婚礼 成为了绘本上的王子与公主 本片来自爱情喜剧片 虽说是未成年 但可不是小孩哟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